因有自信所以美丽 并不止是一句歌词 对入行当年的白云来说 更是他首次推出写真的理由 这日他举行生书签名会 踏着一班粉丝 白云更加透露 很久之前已经有出写真的计划 只是自己当时不够自信而割置了 见到别人帮自己留下一个青春的记忆 见到别人出写真 我都会心悦悦 但是之前真的会自卑的 因为太多声音可能会说 你的胸太大所以很噁心 有些女性朋友或者有些人会这样说 或者你这样的身形是不漂亮的 我就会觉得 对啊 出得射真是那些很渺调或者怎么样 我当时会觉得自己是不漂亮 可能也不够 但是现在我的自信是 我是觉得所有女人都是漂亮的 只要你自己觉得自己漂亮 只要你觉得你有闪光的位置 可以让你外人见到就OK的了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散发出来的 善感魅力都不一样 譬如有一些人是眼神是有魅力 有些人是有体香的 有些人是说话很智慧的 你接收到的人就不同了 就是说你的另一半是会欣赏到 你这些闪光点的 我觉得就足够了 为了拍漂亮的照片 白云上山下海 当中就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令她非常难忘 因为我们那个屋在山顶 是 即是假期的那间 我和女性化妆师一起住 我们吃完东西又山脚 走上山顶 差不多15至20分钟 我真的很害怕蛇 他很害怕蟑螂 还有其他小孩的昆虫 那条路这么窄 我们两个都逼着大家走 因为我们两个都很害怕碰到草的地方 如果那些草有些声音 我就会很害怕 是 但如果地下有些蟑螂 或者是什么 他就会很害怕 他就在那里跳 那去到门口 刚刚有一只草猫在门里 他连开门也不敢开 是要我开门 谁知道我开门一刻 就在那里吹我 然后那只蟑螂就飞在我身上 整件事是很好教识 我可以拍下视频的 我就很感谢这个化妆师 他帮我化得很漂亮 还有令到我找到自己另一面的样子 其实是